若要中宫之位稳弱泰山 就须有强劲的依靠 公主加往克尔进步 便是最好的打算 皇上要本宫和淳贵妃 去劝何敬公主啊 是 皇上怕是自己为难 皇上虽然决定 让何敬公主下嫁 可心里总是不好受 若贤主和淳贵妃 能劝得公主乐意接受的话 那皇上心里也好受些 本宫明白 也是该替皇上分忧 可公主的性子怕是不好劝 何敬公主是皇后所出的嫡公主 性子巨傲 一向是不好说话的 有劳贤主和淳贵妃了 淳贵妃已经知道了 正在赶来要与您商议呢 本宫知道了 好 您先回去吧 喳 皇上知道皇后娘娘 会云准何敬公主 驾往蒙古大步 一是为了江山设计 二是为了公主有个好的归宿 和傅察氏互相扶持 延续傅察氏的荣光 好 出生大族的女子 哪一个不是为了家族的荣光费尽心思 当年 你的姑母这人工不也如此 她费尽心思把你塞给三二哥和皇上 又为哪一般啊 你啊 不过是想费心 你族中无人罢了 臣妾族中是无人 臣妾更无儿无女 不似娘娘般福泽深厚 臣妾能从冷宫活着出来也实属不易 只想过简单 随心的生活 不想似娘娘般被祖宗亲人逼迫 做着违心之事 含泪带笑 更不会和儿女生离死别 你少在这里扮伶牙俐齿 劝得服景色 才算你对得住皇上的吩咐 皇后娘娘请保重奉提 来日还要送和静公主出家 臣妾先告退了 公主 贤贵妃娘娘和 臣贵妃娘娘来了 坐吧 公主 公主 那儿是 vis着 女责啊 想必是崇敬长孙皇后的言行 皇上已经想好了 公主驾往蒙古科尔沁部 婚事就定在明年三月 草长应非 春河景明 果然是公主出嫁的好日子 我不嫁 即便我真的要嫁 我乃中宫嫡楚 婚嫁大事 岂是你们二人 可以向我冒昧提起的 自会有皇祖母 和皇阿玛皇额娘向我说 公主说得极是 此事原本不该我二人开口 只是公主也是知道的 皇后娘娘病弱 无暇顾及公主 皇太后年事已高 皇上要一心忙于朝政 所以才将此推心致富之事 交于我二人 说来啊 皇上真是心疼 公主是嫡女 所以才选择了蒙古科尔沁部 最尊贵最至亲的王爷为俄妇 这门亲事啊 果然是门当户对 你不必拿皇阿玛来压我 传贵妃若觉得远嫁蛮荒之地甚好 何不让你自己的女儿出嫁呢 这景言才两岁多 要如何出嫁 公主 蒙古铁骑向来是我大清 安定四方的后援禁律 满猛联姻也是先祖就留下来的规矩 那又如何 我不喜欢自然不讲 公主想天下之哑 就该为天下清尽心力 更何况这次只是让公主遵循满猛联姻的救赎 父母在不远游 皇阿娘抱病永从夭折 我身为长女理应承欢膝下 洒扫侍风 以权孝道 公主的这门婚事 要尽的就是皇后娘娘的孝道 怎么可能是皇阿娘 她怎么舍得我这唯一的女儿 亲阿哥早商 皇后娘娘唯一能依靠的 就是公主您一个人 若要中宫之位稳弱泰山 就须有强劲的依靠 公主加往克尔沁补 便是最好的打算 宫贵妃 何必把这些事情与公主说穿呢 公主不懂父母的苦心 本宫要跟她说一说 公主若不明公众的道理 本宫也得跟公主谜谜 皇上执掌四方就须安邦定国 皇后娘娘为之中宫 就须母于天下 公主是天之娇女 就须为大秦尽行尽力 为皇上皇后尽辅佐之责 在这宫里边卑微如奴才 尊贵如公主 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责任 别无选择 那次将非皇上一次 明天见到了 宫贵第一次 最后最后